继承传统 不继承谈不上发展 所以这个不能越级的 要先继承后发展 所以都很主要 先继承传统 然后再学会创新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一味的追求创新 您都传统都不会的话 那您那可能 就不是相声 您就别叫这个 您也可以演出 就不用抱相声 抱什么都成 个人表演就行 才艺最好 这两个应该比重都很大 但是虽然这两个都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还是 先继承再创新 如果你一味的创新的话 老的没有继承下来的话 你可能创新的 就会偏离一个正式的轨道 都一样重要 因为相声来说 自古以来都是不断的创新 才走到今天的 咱说传统相声 以前也是新的相声 从新相声变成的传统相声 年轻的相声演员 应该有这个创新的心 去创作一些 对相声这个行业 有利的一些相声 我觉得继承传统 因为你得先继承传统 再说创新的事情 觉得创作新作品 多么多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 还是传统活更重要 我们需要先继承传统 然后再去创新 不可以舍弃所有的传统 然后也不可以一味创新 但也不是说的 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要是传统的 一定在一个我觉得 适度的和一个适当的节点上 去平衡它 哪一个都重要 这个问题其实在 跟师傅吃饭的时候 我也同样问了这个问题 到底应该是与世俱进 还是应该尊重传统 那别的行业 唱戏的可能 人家可以这么说 我要尊重传统 但是唱戏其实也在 写一些新的内容 说向的更应该这样